胎成差别类 十二问 十二答 问 男女没有交合 就不会生育子女 交合之后才有生育 请问来脱胎的人 是天天守在父母身旁 等着交合时入胎呢 还是偶然遇到了 于是就入胎呢 答 夜暴音乐 不可思议 如果因缘注定要做子女 虽然神识远在 千世界之外 此处男女交合 那里就会见到光亮 一坛之间 趁着这道光就进入了谋台 帝氏泛王无法阻挡 须弥山铁围山 也不能阻碍 问 世间人仅异弊之隔 就不见不闻 吉利之外 就难以立即赶到 远隔千万个国土之外 神识却为何能知道 并且没有障碍 答 人受到障碍的是自己的心体 而不是自己的神识 雁灵祭祭祖说 验灵祭祭祖说 躯体重归于女土 这是不可抗拒的命运 而灵魂则会无所不至 譬如,梦争到了千万里之外,忽然惊醒 发现身体还在床上,有墙壁相隔也是如此 瞬间祭祷,没有远近之别 神识投胎也是这样 问,世上有的夫妇天天在一起,还是不能生育 这是因为神识未来,还是命中无子呢? 神识不来就是命中无子 命中无子,神识自然不来 正义阿罕经说,如男女行房的时候 神识不来投身,或神识已经到来 男女却未行房,都不能受孕 如果女人没有欲念而男子欲念强烈 或者男子无欲而女人欲念强烈 也不会受孕 另外,若男子无病而女人有病 或女人无病而男子有病 也不会受孕 法院诸林说,如果父母扶大 投胎者扶小就不能入胎 若父母扶小,投胎者不大,也不能入胎 必须要父亲,母亲,子女,三人的父业相当 才能入胎 问 由男女间不正当私情所生的孩子 一千个当中也男性存一个 这是命中注定不该做他们的孩子 但既然不该做他们的孩子 便不应投胎 投了胎而仍然被杀 这是为什么呢 答 这都是各自偿还过去的业在 投生的孩子偿还的是生命 父母说偿还的是阿弥 问 富贵的男子与贫贱的女子结合 或富贵的女子与贫贱的男子结合 父母双方与投胎的孩子 三者无分大不相同 为什么也能有孕呢 答 这是由于来投胎的孩子前 是修补有所缺陷 或之应得到富贵的父 或之应得到富贵的母亲 若是父母应当得到有福的贵子 子女应当得到富贵的父母 姻缘不同也能成孕 阿南口戒十二姻缘经说 子女以三种姻缘来投生 一是父母前世欠下子女的钱财 二是子女前世欠下父母的钱财 三是愿嫁来做子女 问 投生的人或是投生到富贵人家 或是投生到贫贱人家 投生时的情形是一样的呢 还是有所差别 他自己知道要投生的人 人家富贵贫贱呢 还是不知道 两者之间有所不同 不过投生者对未来的情况并不了解 瑜伽论说 福贵的投生者将会出生在地位低下的人家 当他死亡时 一记入母胎时 听到的种种纷乱的声音 或是见到自己钻入宠林主尾中 术后的投生者将会出生在地位尊贵的人家 他在那个时候 觉得寂静美妙 或是听到奇妙的音乐 或是见到自己上道宫殿中 问 佛经上所说的男性中因身入胎时 对母亲会生起胎爱 对父亲生起沉难 女性中因身入胎时 会对父亲生起胎爱 对母亲生起沉难 道理虽然如此 有什么根据呢 答 根据就是胎形的不同朝向 男胎面向母亲而背对父亲 女胎面向父亲而背对母亲 爱沉之心既然有所区别 身体的朝向也就随之不同 处胎经说 若是男孩蹲在母服的右斜部位 两手掩面 朝向母亲的击背 若是女孩蹲在母亲的左斜部位 两手掩面背对母亲的击背 问 男女家和的时候 必须有神识前来投胎 然后才能成孕 儿是上常有产不分免时 亲眼看到某人进入产 打听此人的情况 直到她的死亡时间恰好就在此时 既然在母亲怀孕的十个月期间 此人还在人世 那么父母交合的时候 是有别人替他入胎吗 若是没有中阴身入胎 就不能承认 如果有中阴身入胎 那这个中阴身一定是别的人 怎么又会在临产时看见此人进入产房呢 建造住宅 何必非要自己兼工 建筑的规模和样式 一样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完成 住宅建成 兼工既当离去 他而发育完成 自己的神识才来 死人寿命虽然还没有尽 但还是可以投身 自然会有 某个前生有负于他的人 前来带他入胎 问 根据世间传闻的情况来看 神识入胎是在临产的时候 而根据佛经记载 神识投胎是在十个月前 为什么两种说法不一致呢 答 临产时入胎 千万人中难得见 如果不是他过去有很大的负责 不应承受胞胎之苦 便是在父母怀胎时 此人寿命还未尽 直到临产时才一处命中 而在另一处出生 这种球况偶尔也有 譬如观止爵位 有资历 逐步提升市场里 破格提拔未特定 问 若是双胞胎 在母亲肚子里 必定有两个中阴身 他们是同时入胎 还是有前有后呢 答 有同时入胎 也有前后入胎 如果同时入胎 先出生的位哥哥 后出生的位弟 如果入胎时 有前有后 则先出生的位弟 后出生的位哥哥 譬如乳筒内放入葡萄 后继先出 问 同样是怀孕 可生下来的孩子 有的端正 有的残疾 有黑有白 种种不同 这是被审 答 一是由于孩子前世的原因 一是由于母亲今世的原因 如果这个孩子前世柔和忍辱 塑造佛像 亲近圣人 今世自然相貌端正 若是前世遮挡佛的光明 取用属于佛法圣三宝的物品 晨慧好斗 待人诉讼 或是讥笑冒丑的人 今世自然相貌丑陋 如果母亲在怀孕期间 接近烟火熏黑的地方 胎儿的辐射就会发黑 住在清凉的地方 胎儿的辐射就会发白 嗜好颜辉等味道 孩子就会毛发稀少 多行浴室 孩子就会长长 冲写 如果跳跃 负重 孩子就会四肢缠几 问 人们常说自己的身体 是父母所富裕 请问 哪些是父母富裕的 哪些是母亲富裕 答 爪尺骨结 水脑筋脉 凡是坚硬的部分 都是由父亲所富裕 瞎眼蛇猴 心肛脾肾 毛发长血 凡是柔软的部分 都是由母亲所富裕 行灭神存类 六问六答 问 上述说 天道福善或也 不过只活在世上的人 由于行善作恶的不同 而受到上天的报应 若是人已经死了 则刑害 神识都已消灭 重人有罪 又整能受到报应呢 答 人的刑害虽然会损坏消亡 心性却依旧长存 譬如五谷 根茎虽然枯萎 果实落到地里 来年春天还会发芽 修复的人投生到人间 天上 照夜的人 堕入除生地狱 恶鬼三恶道 情况也是如此 汉代的甲仪说 千变万化 未时有即 忽然未然 北齐的魏伯奇说 有过去 当今未来 历三世 时神 常不灭 北宋的章指后说 知死之不亡 可欲言性 因此 谈到生与死 只是就 幼体而言 而欲心性 不管 如果说 死后神时便随之消亡 那么大羽的父亲滚 被流放到羽三 死后神时化为黄雪 为了推脱 罪者又将彭生猝死 彭生化作一只大使来抱怨 以上种种史实记载 都发生在汉明帝之前 可知佛法还未传到中国之前 神时不灭的轮回道 已经大白于天下 认为人死之后 生命完全断灭的理论 可以欺骗那些愚昧的人 却难以蒙蔽 有识之事 问 轮回的道理 如果确实是有 孔子为什么没有说过呢 打 孔子已经说得非常详细了 一传细词上 精气为物 游魂未变 是不知鬼神之情状 所说的精气是指 投生后受孕 游魂者指 投胎之前的状况 既然能够直到 其中的情状 轮回的道理 便十分明了 中庸舍 成者 物之中史 而不是说是中 就是因为看到生命现象的 循环无尽 而非断灭 可惜后来的儒者 没有明白原文的意思 问 孔子说的精气为物 游魂未变 不过是在讲 生命存在和诞生的原理 如果以为指的是 后世转生的情形 不是有些荒诞吗 打 生死轮回 是人世间 普遍存在的法 鉴于记载的势力 不胜美举 如果认为这些都是荒诞 那才是真的荒诞 难道你没听说 文昌帝君 曾做过石骑士的 士大夫吗 没听说 汉代的元安 在以后的时事中 都是戒律精明的高生吗 没听说 某乔夫转生为梁武帝吗 没听说 王征为 争子转世 宋代的苏东坡 是五祖四师 戒禅师的后身 征辱公是草堂清禅师的后身吗 没听说 永公转生为唐代的房管吗 没听说 殉长老 后身为 李次郎 南安 主后身为 陈中树 师障生后身为 张文定 严守作后身为 王归灵吗 不能 博览群书 原读这些记载 却只是 坐井观天 音寻守旧 这又是为什么呢 问 您所说的这些事例 虽然每一条都有根有律 可惜都不是 除字正式 答 正式是相对于 败使而言 正式的记载可信 而败使的记载不可信 然而文昌宝训等书 所阐述的都是光辉的真理 可以致知鬼神而无影 其真实性在正式之上 应当特别予以重视 如果非要认为 只有死尘的记载 才可信 那么现存的二十一史中 所记载的 神士轮回的事例 也是数不胜数 别的不用多说 仅就众所周知的事情 调据一二 主阳户前身是邻居李世家的儿子 梁元帝前身是一位 渺木圣 刘氏女前身氏李淑 刘航前身氏唐代宰相牛生儒 伴主宇前身氏东汉大将军邓女 郭祥正前身氏唐代诗人李白 夏元姬前身位屈原 类似记载不胜美举 关于天仙心术降生人间的势力 如天弟子降生为齐高主萧道场 神人降生投胎为唐代宗 来和天尊降生为宋真宗 南岳真人降生为玉伯生 文昌兴降生为吕宗宗 这些在史书中都记载得清清楚楚 完全可以抗认 还有死后多日复活 有几年后复活 有蒋素阴间的事情除其灵验 列举数者 如长沙人环某 武陵女子李和 甘宝父亲墓中殉葬的婢女 魏明帝时墓内女子 吴永安四年安无名 陈娇 静汇帝时杜西的婢女 静安帝时东阳黄世家的女婴 南宋 纯熙十三年的行都人 依依可以查卡 至于男子活着变味动物的势力 如公牛哀变味虎 隋开黄六年 霍州有老翁化为猛兽 南宋千道五年 横乡间有人变味虎等等 女人活着变味动物的势力 如东汉陵帝时 江夏皇室的母亲变味圆 魏文帝时清河宋寺中的母亲变成鳖 等等 格式仍作夫妻的势力 如静汇帝时梁国女子 南宋末年王姓男子的妻子梁氏 以上这些都是史书中特别明显的案例 更有天女生下北魏始祖 寒寝去世后做明府的阎罗王 西岩之于露州城内建造两座十五城的佛塔 以此耕得生于天宫 余言宝念佛诵经 往生彌陀净土 王斌重修古事 绝地挖得前世之碑 北魏经召王太兴 赦产生灾供养众生 感得神圣赴会 徐校课临终正作念佛 一乡满时 陆法和临终作画 观念时身体缩小为三尺左右 北齐文王文宣帝 令开观茶叶 只是空观而语 卢景玉在 晋阳玉中至心诵经 身上枷锁自然脱落 张孝使设在 请圣礼颂药丝经 主妇的眼镜因此不明 如上所举示例 都是名如史观的真实记录 其事无极之谈 天地之外其事不多 六合之内一文不少 今天人们不过生活在 天地间一个偏远的角落 见到的无非都是庸禄之人 读过的不过只是世实物之术 长大后情窦初开 就要忙着娶妻生子 养家糊口 而你们尚未婚嫁 便已经西洋邪照 暮年将至 也难怪生不知来死不知去 日日在轮回之中 却不信有因果轮回的道 真是太可悲了 问 因果轮回的道 看来确实是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我所说的 都是某先生的某本书的观点 并非明没有根据 某先生说 死者的形骇毁坏消亡之后 精神便随之像气一样 四处飘散消失 脱身的现象 不过是碰上这种活着的精气 由于偶然的原因 恰好没有消散而已 咋 你读过上书金藤吗 周五王得了重病 他的弟周公愿意带他受死 特向他们已经去世的 曾祖父太王 祖父王继 和父亲周文王祷告说 我非常孝顺自己的主亲 多才多艺 能赐奉鬼神 如果按照这种精神随肉体 同时消亡的断灭观点 周公既然已经代替五王而死 他的形骇便会毁坏消灭 精神也会飘散消失 即使多才多艺 也已完全消散不服存在 怎么来赐奉祖先呢 而且祖先也早已消亡 怎么还能被周公赐奉呢 创切 并且即使的礼仪 一直为古代圣人所重视 如果祖宗都已经消散不服存在 那么如孔子所赞扬大云的 被引识而至孝 这些圣人们的行为岂不是过于余辅了吗? 如果说某先生的话不可信,那么姚荀、周公、孔子的话就更不可信 假如说姚荀、周公、孔子的话也都不值得相信,那就更不用说是某先生 不仅如此,某先生既然已经去世,今天还在遵奉他钻末学说的那些弟子们 即使某先生很贤明,现在也一样消散灭尽 春秋两次祭祀完全可以不必举行,如现在还在举行春秋祭祀 那么某先生的学说在今天他的弟子们那里就已经不被遵守 又怎么能使天下后世幸福呢? 如果说投胎脱生是偶然遇到精气没有效散 那么眼前一切人类难道都是由于精气偶然不善而出生的吗? 我对他的这种说法实在是感到难以理解 问 关于济世的道理,某先生也曾经说过 因为子孙秉承的是主中的气息,二气相合 所以能够得到感应 答 那么济世五月,四渡等山川神灵时 济世者既然不是他们的子孙 就不会有所感应吗? 孟子说,让他祝辞济世,百神都来享用 难道徐宇是百神的子孙吗? 若是人死之后真的消散灭尽 不会因自己的行为受到报应 那么一生都在兴兴业业业,修身力行的人 反而比不上沉迷女色贪求钱财的平庸之辈 而那些作恶多端,却又侥幸逃脱的人 其头谋反倒得以实现 言语说,如果没有善恶报应 赵物主如何对待言冤 如果没有鬼欲轮回 上帝,上帝为何要偏袒嘲嘲 况且世道人心日去低下 竭力宣扬善恶报应 上帝不能有所晚 反而为世人肆无忌惮 大开方便之门 无疑于江河绝口 却要毁掉坯坝 大夏江青反而拆毁梁柱 只能更加助长世间伦理道德的 纷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